自从妻子警方去世后,郭兴华亲手为妻子做了一个纪念册,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翻一翻。 纪念册取名《警方人生》,记录了妻子警方一生的经历。 纪念册虽然做得粗糙,但老郭用了很大的心思,这部用浆糊和剪刀制作出来的册子代表着他对妻子的深深怀念。 爱妻这两个字是他下功夫最多的一件作品,曾经一直被挂在家里的墙上,现在这件册子快被他翻烂了。 老郭和妻子是在部队上认识的,由于志同道合,他们走在了一起。 结婚后,双双被调到成都飞机设计研究院做研究工作。 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使他们养成了勤劳节俭的生活习惯,一双儿女长大后都成了财。 本以为退了休后,老两口可以映下天年。 没想到,在1997年2月,老伴警方得病去世。 临终前,叮嘱老郭再找一个伴儿,好好合着。 这时老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精神上一时难以承受。 看着这种状况,女儿劝父亲再找一个伴儿。 因为儿子不在家,儿媳妇呢,跟爸找个伴儿了,跟爸找个伴儿,他跟女儿主动了。 当时我一想,想过段时间,宁愿他妈死了一个月,想这个问题是不好的。 他说不要这么封建民生了,一天嘛,解放一天要三年,真的。 有什么讲的,讲究实在是,你不是现在好多人都在外有情妇,你妈死了自己找个伴儿,什么不可以嘛,不要有这么封建事情,我们都想得可。 几天后,老郭也想偷了。 在妻子去世三个月后,他来到了婚姻介绍所。 带着妻子刚去世的伤心兴趣,他列出了珍贵的严格作品,对这些团了自己的领域。 年轻人找妻子,主要强调个爱子,尽闻拥抱啊,很潇洒的,老年人找个伴儿,做一个情字这个。 我的条件呢,就是很简单,对方,就是愿意做伴,第一个,就是公投,晚年,第二,身体健康,没有什么,第三,最好是伤偶的。 离婚的嘛,反正以前有个个到的,有好多问题都没有处理完的,最好伤偶的。 子女已经多了,我年纪这么大,能再养不起,没有真的那样子女的。 很快,老郭断断续续地受到了好几时丰满性, 他把符合自己条件的都用表格列了出来,开始一个个见面。 老郭对待这件事,像对待工作一样谨慎,符合条件的,他再用一张表,记录下每个人的详细情况,最后再来做比较。 刚开始结面的时候,谈起自己的情况,老郭总要为妻子,伤心而愿意, 看着病的防满了后,能够为严肤的经历。 最忙的的时候,一天要见四个,三五两个,三五两个人,因为谁都是,人家打电话,你主要接待是。 能到我家里来的,基本上都能看得比较好,他敢到你家里来的,这比较成诚。 首先心得够你,你到家里他不愿意来,首先觉得害怕心不够你,心不够你了,没什么,第一次心不够你,没啥好事。 一个时候,因为也是这个夏天,流水又温,外头这么热,家里来嘛,有跌风酸,有喝水,喝,另外水便, 一般女同志的确是不敢到哪里家去。 当老郭的人物表上已详细地列到了第八个人时,疲倦的老郭动心了。 有一天,婚姻介绍所又打来电话,说还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可以见见那样。 老郭咬咬牙又去了。 在介绍所,他仔细地看着这个人的登记情况,对方是一生,比自己小九岁。 约好的时间,对方还没有来。时间充裕的老郭打定主意,决定在这里等你。 然而已经快过去五个小时了,还不见对方的身影。 我都要走了,我走到楼梯口,然后叫他喊回来,他说来了来了,一起上来了,这个事。 他的擦肩而过。 等得快崩溃的老郭,终于见到了千呼万唤似出现的尹绍珍。 一见面,老郭的心就砰了一下,进了些紧张。 聊了一会儿,老郭就主动给对方聊了电话。 尹绍珍对老郭的印象并不是。 很像老头儿的那种精神棉毛给我感觉。 分手后一个月,老郭没有接到对方的电话。 尹绍珍的前任丈夫是军人,在女儿两岁的时候因公殉职。 年轻的尹绍珍考虑到孩子还小,没有再嫁。 等寒心如苦把女儿拉着大后,自己也老了。 说起以往孤儿寡母的艰难岁月,尹绍珍是满肚子的心酸。 好在女儿能体谅母亲的难处。 他说妈妈现在我们都大了,他说你现在需要找一个伴儿。 不需要在于我,考虑给我找父母来。 所以我往说的去,我觉得很懂事,也就是很支持,也很关心我。 所以当时我也很感动,也很满足。 尹绍珍也去了婚姻介绍所做了登记, 很快就有了两个理想目标。 老郭只是被排在替补器上, 但鬼使神差的事,他还是给老郭打了电话。 老郭觉得机会来了, 就极力邀请他到家里买一顿面。 尹绍珍同意了。 出于礼貌,第一次到别人家里, 尹绍珍买了一些苹果,老郭就借题发挥。 他觉得有点苹果就是有好的灶头, 另外觉得很平平安安,而且很圆满。 他当时后来跟我讲的, 因为当时我就会从于理解, 我从一般到家来, 我都觉得但是买儿水公啊, 那都是很人质上情, 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没想到他当时想法都给我解释。 两人进一步地把自己的情况 向对方做了详细介绍, 老郭一说起自己的妻子就又落下了眼泪。 尹绍珍就觉得他很重情义, 想到自己三个月才摆脱失去丈夫的痛苦, 就很同情他。 到做饭的时候, 老郭又开始考验对方。 要到吃饭的时候了, 怎么样, 替你露一手, 做饭嘛, 我菜都准备好了, 也就说我不会做, 你几十岁的饭都不会做, 你我都会做, 你还不会做饭, 不要客气, 做, 我们两人吃, 你看嘛, 这原来准备好了, 看看他干活麻利不麻利, 看看他到底会不会做, 一下子都不用叔叔考验, 一起吃, 不是也自然的, 感情也进一步了, 就可以教他了, 不会做好嘛, 好吃嘛, 至少可以开个长运馆, 不做不简单嘛, 至少。 今年, 九六年谈恋爱了, 九六年我的爱, 怎么谈恋爱了, 怎么, 怎么过程, 这个呢, 就是追求他, 风求我。 老郭展开了对尹少珍的追求, 有时他在家做了好吃的, 骑车送到诊所, 给尹少珍吃, 还把牵手做了一些, 充满思念之情的卡片, 送给他, 老郭的猛烈攻势, 是尹少珍有些招架不住, 我帮你交给我, 帮我交给你, 是, 都是水星, 都是一天一封星, 你看, 所以都是一天四封星, 就对, 我们姐妹, 他的香花呀, 他的有点种, 等于干涉, 他就, 等于就是完全, 很明显地有保的, 就标识, 所以当时我们弟弟的小, 怎么几十岁还挺难吗, 就是, 感觉让他很充分地, 表示他的心情, 对我的那种好感, 还可以说是跟年轻人, 现代的年轻人, 那种思路, 比较接近, 我都还算是, 比较传统, 我当时就有点, 不是很, 很那种, 很羞愧的那种感觉, 还有这种不好意思, 你忙着, 退学员做着活动, 我都不吃, 所以你不吃, 我一个人去干啥去, 你还是可以玩嘛, 只点退休, 我原来是, 有一次, 退休办组织老同志交友, 老郭硬拉着尹少珍去了, 晚上, 在尹少珍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老郭向他和大家宣布, 今天晚上, 他们举行婚礼, 接着老郭的同伴, 就拿出了喜糖分了, 尹少珍就觉得, 这是一次阴谋, 我说你安安得有点太自私了, 我怎么拿的事情, 我说你时间怎么不够伤呢, 尽管我们, 对了解够好, 我对你还不是, 就是说, 没有意见, 但是真正见分还是有一个过程, 你说, 不同意吗, 我觉得他人还是挺不错的, 也不是挺坏的, 对, 就国家民数字还是可以, 你同意的呢, 我觉得还时间有点太短了, 对, 比时间还不是很真正的了解, 在那个时候, 就是为了照顾她的面子, 所以就拥一下了她, 佛镜佛爱, 佛光佛舍, 佛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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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脸伤。 三个女孩 你自己清楚我清楚了 她是越来越年轻了我学的女孩 谢谢 甜蜜 婚后 与少真一提起结婚 就有些心不甘 幸好老姑做得还算出色 将功功功 五年来这对心不处 在性格上 虽然有些反差 但也都和和睦睦地过来了 每到青年级的时候 与少真就会想着 祭奠警方 就让你 她们现在的生活上没有什么 但是 仍然在为自己计划的 待会买房 与少真希望 夫妻俩自己在衍生中里 再把满河的铁铁撞上 1998年的一天 在重庆贫困山区的一户农家里 来了一位 刚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的女学生 高春燕 她的到来 为这个贫困和充满疾病的家庭 带来了生机 她不远万里地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和青年农民 萧光柱成家过日子 萧光柱初中没有毕业 就停了学 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家里被村里定为特困户 靠持村里的救济过日子 那时 萧光柱一心想为家里多赚点钱 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于是决定像村里其他孩子那样出去打工 1994年 她走出大山 来到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食堂里做饭 而高春燕 在第二年也考入这个学校学习 可是 没想到两个月后 高春燕的父亲突然病逝 家里一下子没钱供她念书 她面临着辍学的威胁 还是老师帮她在学校食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在食堂认识了农村来的萧光柱 Billy 孟宏 我就觉得人家高春燕就跟人家不一样 但是她就没有聊 她下班以后就是去苦语学习呀 看书啊 晚上就上那个图书馆看图书啊 他跟人家女孩子不相 他就是沒有跟人家鬧歌 去聊那些喜馬達哈的事情 他就一直給他那個學習 都符符去鑽研 他那些活幹完 掃地都是別的活都幹完了 問我都去掃地 掃地的時候都 他總主動過來幫我 我都不好意思 我說這是我的 我說不用你幫我 我說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 你整個說他都 他都非得要幫你掃完了才走 我要給他倒數一點時間 讓他有多學習的機會 幫他掃地啊 幫他打掃打掃衛生啊 我覺得對他印象有點深 晚上他回來的時候 我就偷摸給他留飯 就留上最好吃的 比方說魚啊 雞塊啊 紅燜肉啊那些東西都最好吃 但是我不好意思出面了 我就派了一個女孩子 她們一個請住的 我說你給他送去嘛 我說你就別告訴我送的 我就說你送的就行了 因為我這兒不喜歡 因為我是一個男孩子 我挺那個傻挺自私的 我害羞 還出不了面 寒假到了 為了賺更多的錢 蕭光柱離開食堂 去工地打工 一年後 蕭光柱偶然回食堂 竟收到了高春燕以前寄給他的信 這讓他感到很意外 我感覺人家一個女孩子還能夠寄的 最終我都覺得應該更加是 鼓勵他把那個大學年完 連圖信寄來的還有幾本書和一支鋼筆 高春燕希望他能學一些技術 以後不再做苦力 但是那樣理不重要 但是他這個心意咱們的臉 我覺得心意挺深重的 我就覺得更應該幫助他去學習 第二年開春以後上學 也就是96年的春天 他們開學以後 我就默默給他寄了700塊錢 那時候我已經考完試了才接到 考試的時候 我在我們親近那裡拿200塊錢去考的事 後來我看他回了有十幾天以後 他就說接到他700塊錢 我就把親戚借的錢我都給還了 考完試後高春燕四處尋找 才打擊到蕭光柱打工的工地 兩人相見時 高春燕被蕭光柱眼前的變化驚呆了 他那活兒嘛是屬於架子工 經常跟那個鐵器打交道 我就看他那手啊 這幾個手指全摸起這麼大的亮炮 就那時候心裡頭又有一種散吹的感覺 我覺得你看 別個就是這樣幫你 而且自己那麼辛苦 受著動 而且引著痛苦 在零下二十幾度的溫度下 還在室外工作 是為了什麼嘛 就是看著他那種心 自己盡量地去努力學習嘛 早點畢業了 高春燕被感動了 他無法相信一個萍水相逢 沒有多少文化的年輕人 對自己會這麼好 他認定了他是個好人 就大膽地向蕭光柱提出了 以後要跟隨他的想法 我離開的時候也是默默地離開的 我又沒告訴說 我是哪個地方啊 哪個地址啊 我大概說了一會兒都是四川的 我總覺得都是最後 他自己提出來有愛情的時候 但是我都覺得察覺他 我都感覺到有一種自卑感 我都沒肯定是有愛情那種自覺嘛 可以 在接下來的日子 蕭光柱仍然或多或少地給高春燕寄錢 一直堅持到畢業 高春燕畢業後 拒絕了哈爾濱醫藥公司的工作 他沒有忘記已經回到家鄉的蕭光柱 他向家人吐露了要去找蕭光柱的計劃 我就跟我哥說既然我選擇他 我不會埋怨任何人 我會一個人承受這切嘛 說服家人後 高春燕帶著一些書和隨身衣服上路了 當她踏上這塊土地時 就感覺自己到了一個陌生的地獄 越往裡走路途就越發艱難 最後不得不徒步行走 此時她的心情真是難以名狀 由於四面環山 這裡的交通很困難 村民們很少出去 即使出去 也要走四五個小時的山路才能坐上車 因而這裡被稱為山窝鄉 出雲金 走到石門這塊 都覺得它這個特別遠 而且從石門這個走回去那天 露著小雨 路特別滑 我買了一雙新鞋,兩鞋 沒等走到他家裏的時候 就是鞋那個開交了都屌了 到他家的时候脚已经磨起大炮 但是没法脚上的炮是自己走出来 人生的路是自己选择的 倔强的高春燕没有打退堂鼓 正在地里干活的萧光柱 看到高春燕神奇般的出现在自己面前 都惊呆了 心里太激动 太高兴 完了还有点意外那种感觉 就是说啥 就是面对现实 就是不太现实 虽然来之前 高春燕已经往最坏的地方使劲想了 可眼前的处境 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经过相当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还是决定留了下来 萧光柱劝他要慎重考虑 他却反过来做萧光柱的工作 晚上他们在灯下谈了一夜 当天晚上我都哭了 但是我也不是后悔地哭 我觉得我人生的路 从最艰难的那一天开始 其实开始走下去 我就下定决心 我说无论怎么苦 既然我选择了他 我说无论怎么苦 要跟他一起度过那最艰难的岁月 然后我就说 刚来说也听话也听不懂 他都在边上给我翻译 他既然决定了 一万多里地就到这个地方了 我觉得他自己都经历下来了 经过他一般的跟我开导的思想 跟我做一些话也好 我就自己决定 这样我就要同甘共苦 与世隔绝的山村环境 让曾经生活在都市的高春宴很难适应 第一次离家那么远 他思念最多的是妈妈 来这么远 对我妈妈觉得对起她 我觉得像我妈妈辛苦把我养大 像看我一眼都特别难 那时候就是说我想家的时候 像打个电话都打不到 只能写一信以后 还是走十门去记 也就是说我觉得像 特别闷的时候就特别想家 想家也没发呀 就是家里又没有钱 回也回不去 以前 萧光柱家里每月的电费才两块钱 全家仅有的收入 靠着卖几个鸡蛋 可高春宴来的第一个月 光点灯看书 就用了二十元电费 萧光柱的妈妈觉得太浪费了 高春宴不得不拿着书在外面看 她说什么话 有时候不高兴发牢骚 这些我都没生气 有时候像她写信 出于忧心就不方便 我帮她忧心 有时候她要吃面粉啥的 帮她抹点面粉 有时候想吃点这些果啥的 就上街跟她买点 就给她开个小锅吧 为了萧光柱 高春宴让自己融进了这大山 她和萧光柱定下计划 首先把猪圈腾出来 盖两间房子 一间睡觉 一间开诊所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 他们踏上了艰难的创业之路 她自己去开石头 用那个叫钢签 还有这么大的大锤 大锤最少提起有二十多斤 去开那个石头 开完以后 自己又一块一块地抱上去 我也抱不动 我就给她捡一些小石子 放在那个中间的孔中里头 她也不谈自己会累 我说你累吧 她说不累 抱着石头 抱了几个月 她给我的心情 又是一种坚定的心 简单的药房开起来以后 1998年 他们结了婚 一年后 他们有了可爱的小宝宝 这个成果使他们下决心 要在这里长久生活下去 小小诊所虽然简单 却给村民们带来了福音 高春宴做大夫 萧光柱负责到城里禁药 几年下来 小小诊所的名声 越传越远 时间长了 连萧光柱也能看一些 简单的病症了 不久 他们搬到了路边 盖起这栋全村 最漂亮的小楼 憨厚的萧光柱 一边照顾诊所 一边更加细心地 照顾高春宴 再过一段时间 他们打算把双方的父母 都接过来 他们要好好的尽点孝心